上陣指数3000点下方是黄金坑吗 机会在哪里 大家好 我是成功 按理模型仅供学习 无过程投资建议 最近大盘出现连续的下跌 那成功呢 还是想给大家去提示一下 风险和机会啊 咱们今天呢 会从量价失空 再到咱们的智能交易系统 以及政策和资金 全方位的去给大家解读 目前指数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 为什么3000点下方呢 会是黄金坑呢 关键是要给出大家逻辑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分险 然后再去寻找机会啊 我们先看这张图 4月12号 其实我已经提示分险了 上阵指数要回踩3000点 咱们大开指数看一下啊 教我们看 4月12号是一个探底小反弹 但是我提示分险 那我认为还有下跌 主要的原因呢 出了外盘的欧冲突啊 我们国内的疫情啊 等等 其实分险还是蛮多的 但我没有想到 它出现连续的暴跌啊 当然这波的暴跌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咱们的人民币 短期大幅的一个贬值啊 而且外资也出现了一个 流出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出现一个探底止跌的K线 那这个K线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上涨吗 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尤其呢 下周就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周了 称交量出现萎缩 继续寻底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跌破3000点 下方是黄金坑的概率比较大 好咱们进入重点啊 详细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破3000点后 现成黄金坑的概率比较大呢 一上周指数出现了放量下跌 有恐慌性的抛牌 已经是出现了 而下周呢 是五一前的最后一周了 称交量呢 将会出现萎缩 放量恐慌杀跌后的再次缩量 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这是量的方面啊 我们再回看指数一下 家人们看到了 它已经出现了放量杀跌恐慌盘出来 而下周呢 还是继续下的概率比较大 最终会出现一个缩量 表现在周K线也会是缩量的 所以放量后的缩量是一个变盘的信号啊 这一点要记下来 二目前上阵指数处在下跌第五浪的末端 回调空间已经到达2019年初 上阵指数2440年启动以来的50%分位 3000点下方就是0.618的黄金分割位 一旦黄金分割位附近确认止跌展开ABC 三浪反弹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好 咱们继续打开指数看一下啊 这是从下跌的第一浪啊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第五浪 第五浪是最后一浪嘛 当然它也可能有延伸浪嘛 但总体说来 它就是一个衰竭浪了啊 当然我们需要确认之底啊 所以我认为3000点下方破了以后 我们测量一下空间嘛 而这个空间咱们从周线去测了 咱们从2440年反弹以来到3731点回测下来 我们看一下它回调的空间 好 我们测量一下用黄金分割 目前的位置是在50%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反弹的50% 那么跌破3000点以后 基本就到达黄金分割位了 而指数回调到达黄金分割位 出现反弹的概率就非常之大了 不管大反弹还是小反弹 总归来说 谈一下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好 咱们看一下 这是前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你看 刚好是黄金分割位出现一波反弹 对吧 咱们再测量一下大一点啊 级别大一点的 这就2014年那波牛市了 咱们从启东年附近啊 就是大概就行了啊 这也是黄金分割位啊 它出现一波反弹以后 又跌了一次才形成反转 好 咱们再回来啊 好 咱们看第三个啊 五一小长假前下跌 那截后呢就容易相伤变盘 5月5号开始首日呢 刚好也是20次节气的立下 是容易形成变盘的 好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次咱们小长假呢 五个交易日休息 其实也挺长的了 在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 大的一个利控 这是不确定性的 最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是欧的冲突 还有就是国内的疫情 也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咱们中国的管控力度比较强啊 但是这东西疫情来说 毕竟传染确实是很快 而且有了变异啊 而对于美元的加息呢 都是可以预期 所以对于美元加息 带来的利控影响的话呢 我认为市场连续超低以后呢 基本是消化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就是人民币 短期出现了快速的贬值 而这个贬值呢 咱们官方已经给出了这个方向了 出现连续的大幅贬值的概率不大 而这样出现一波贬值呢 也能刺激这个出口 这样对于出口呢 也是有利的 所以在他其实连续的大幅的升值以后 出现这样一波快速的贬值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这种快速贬值之后 那也可能出现一个再次快速的升值啊 所以这个我们要去重点关注一下 一旦人民币快速贬值以后 哎呦 又快速的去升值了 那对A股它也是利好的 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本币升值股市容易上涨 那贬值就容易下跌吗 但是只能作为其中的一个参考啊 它也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正相关啊 好 咱们再回来啊 第四点 最近高层呢 不断地去释放利好合乎市场 引导中创线的资金去抄底A股 随着利好的逐步累加 会在某一个失点形成共振的合力 那这个从历史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啊 好 那最近都有什么利好 咱们回顾一下啊 咱们先看22号呢 就是周五的了啊 这也是高层啊 四大部门 包括社保 大行 限制等 开会了 要引导中创线资金进场嘛 你们作为大机构啊 要担起责任 要提高自己的权益投资的能力 提高比例 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 大概就是这意思的 股市出现下跌 咱们作为机构啊 不能不管 那其实这个消息的力度 还不算大嘛 前段时间呢 其实咱们高层有过这样 引导中创线资金的一个进场 就是对于下面的管理层 给到的方向就是 谨慎出台收缩性的政策 如果要出台重大的政策 一定要与金融委进行一个协商嘛 其实咱们最高层的这个 对资本市场的态度就非常清晰的 我们再看21号的消息也是一样啊 利用足权益投资的额度 进一步扩大权益投资的比例啊 咱们再看4月11号呢 也是支持上市企业发展12条出台 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咱们再回来啊 那么咱们从量价时空 再到政策资金等各方面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 对于上阵指数 下周就是接钱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咱们是看缩量筑底 还是偏空一点的啊 规避风险为主 咱们从4月12号提示大家 开始规避风险 到这波下跌下来 再到我今天提示大家 后期的操作的逻辑 我通通都是给到大家思路和逻辑 包括咱们给到的案例模型 也是一样 仅供去学习 而且咱们在上周 我在周四周三 提示到大家分线以后 那之后的一些案例模型 都出现一个下跌 其实这也是给出大家一种逻辑 该收手的时候 该注意风险的时候 要注意风险 真正的机会 咱们要在解后去把握了啊 另外一个呢 我们再把握一下机会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张图呢 是亨生指数的 3月20号 我就做了一个交易计划图 同样是周线的啊 我们看一下目前 亨生指数输出的一个位置 好 咱们打开亨生指数的周线看一下啊 我们看目前回到的点位 就刚好是在两万点附近了 所以如果在节前最后一个周 那么他有回答两万点附近 在两万点下方 我认为是机会大于分线了 这是他的周线啊 那周线他同样是出现了 咱们智能量头的七张的标准啊 同时阻力买力他也出现了七张的标准 所以第二只交踩一下 踩下来 其实是稳健的 很有的投资机会啊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月线 我们看亨生指数的月线呢 其实他已经 我们看到了 他从18年就开始下跌 跌了好几年了啊 家人们 他调整到了 这波下跌趋势的下跪附近 我们再说下来看 那这个呢就从他上市到现在啊 他目前是处在 其实是就 整个大的一个上升趋势的 也是下跪附近了 我们可以给他画一条趋势线嘛 刚好是下跪附近 很显然他空间已经是到位了 而且从历史规律我们去看啊 你看他这波出现的月线级别的欺账 之前你看之前出现的这些欺账 大家能看到了吗 都是在波谷附近 而且是大的翻转的波谷 其实重大的机会 都是在超级利空给打下来的啊 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因为投资是反人性的嘛 所以我个人认为 亨生指数的机会比A股更多 而且在香港上市的一些中概股啊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些企业 像小米啊 这些公司都是超跌了百分之七十 甚至八十以上了 咱们看一下小米集团啊 这是港股啊 港股的话是需要有港股的权限才可以了 他月线也见底了啊 出现了这种气涨的标准 咱们再看周线嘛 周线其实他也是属于二次探底啊 小米 那小米跌了多少呢 百分之七十附近了嘛 已经 所以这些品种啊 就是说 从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他称赞超跌反弹的机会啊 而且这些公司的业绩呢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增长 而且未来潜力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他们都属于什么样一个公司呢 所以科技类的消费公司啊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朋友来说呢 可能没有这个权限 那我们关注什么呢 好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张图啊 这是亨生ETF 我们可以去关注ETF 好咱们大概看一下亨生ETF啊 刚才已经是我们研究了亨生指数 那么亨生ETF呢 它完全的就是被动的跟随亨生指数的 所以我们只要是看动指数 去关注这个ETF 其实胜算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从长周期呢 亨生ETF呢 它基本是到位了 这是它的一个周线啊 我们先看它月线嘛 你看月线因为它时间短嘛 所以我们结合指数就可以了 月线也是基本到位了 你看前期这一波 在到位以后 就是破了年线以后 对吧 同时出现了资金的流入 哎 它走一波横去 那现在呢 同样 它也是到位了 有资金开始去关注了 咱们再看周线嘛 对吧 周线也是 对吧 一个大的金针探底出来以后 那出现了 主力买力 也是提示 有资金开始去关注了 这样子二次会再加来以后 我给到朋友们的建议啊 是在这个第一位 开始去定投这样的品种 我认为是 不会亏掉钱的 那么从中长期去看的话 实现比较好的 收益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就是大家在定投的时候啊 千万别在高位的定投 因为它一直跌 你定投的都没兴趣了 说实话 可能没准定投完了以后 最后再低位全部卖掉了 还是亏钱的 但如果能在相对低位开始定投 我不怕它跌了 它已经跌了好几年了 它能跌到哪块啊 而且咱们上班族呢 又不会止损 又不会看盘 所以成功思来想去 我就想 咱们普通的啊 这个白领族 到底怎么样投资会赚到钱 我认为在这个相对地位去定投 像恒生ETF这样的品种 会赚到钱 我们先要学会慢慢的变富 然后再去做那些腰股啊 或者是涨停板 如果一上来 就想赚那个快钱大钱 基本都是亏钱的 这是我给到大家的一些思路啊 仅供学习啊 对于板块方面啊 我建议大家去关注呢 超跌的一些像医药 医疗保健 还有一些基建 新老基建 肯定是要关注的 还有就是说新能源 像光伏啊 分能啊 水利建设 这些品种 当然有一些品种呢 是超跌了 比如说光伏跌的比较多 但是水利建设 像建筑一类呢 跌的并不是很多 而高位的 就是颠覆不到50%的 要防止出现补跌啊 而跌幅能在 6%70%以上的 而这个行业 这些行业里的龙头 业绩有没有问题的 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4月份呢 是一个去年的年报 还有就是说 一季度的季报 披露的窗口期啊 很多地雷 就是以前业绩还不错啊 去年的业绩不错啊 结果今年一季度突然降低 结果就是连续的打跌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另外像家用电器啊 或者是军工一类的啊 我认为他们都是会有 超级反弹的机会的啊 而且这些行业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双方货别的确认